哈囉,大家好,我是Luncar,歡迎來到新頻道 那麼今天要忙碌給大家帶來全新黑金悲迷呼的組隊分析 那在進入正式的組隊分析之前呢 我們先來帶大家快速的了解組隊要注意的方向 這邊幫大家整理出三個玩新黑金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他的隊長倍率是完全沒有給回復力加成的 所以在解異補盾的關卡可能就比較不適合悲迷呼去出場 那這次悲迷呼其實是強調一個一康速刷的隊長喔 不過僅僅只是一康 如果說你超過一康的話,整體的倍率會掉很多 所以你今天要玩悲迷呼,要不就手削一康去疊豬 不然就是不要手削一康,盡量削多一點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玩法 那根據官方實戰指出,如果說你只手削一康新豬的話 大概平看會落在六億左右 可是如果說你是認真去消的話 大概傷害還要比一康手削來的低 所以這張卡片最好的情況都會是在手削一康的情況下 那隊員的話,由於隊長的倍率限制 所以最好隊員是能夠帶龍獸 雖然說這個隊長我們仔細來看 他是寫說全隊都可以有加成的 不過龍獸的話,雙隊長總共有700多倍 不過如果說你不是龍獸,其他成員的話只有49倍 所以整體的基礎配率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隊員還是盡量能帶龍獸就帶龍獸多一點 那根據這三大注意呢 可以有一個延伸的更多注意 首先隊伍技能是影響到主隊的配置的 他如果說你手削星珠的話 可以讓最左方第二位成員追打無數攻擊一次 如果此時你在左方第二格這邊放下常駐的界王拳 比如說暗龍獸的招來 或者是日月朗中攻擊力基礎比較高的成員的話 就可以讓他追打五個屬性 以增傷幅度來講 手削星珠 手劈只削星珠的話 就可以算是五倍增傷的一個總增傷幅度啦 那所以玩這個新的黑金 記住有這種常駐界王就放在左邊第二個 並且削珠手削一扛 就可以到達整隊最大的一個輸出量了 那我們有這個基礎概念之後 就可以為大家推薦兩個比較主流的黑金組法 記住這兩個核心隊員都必須放在左邊第二格的一個位置 那這兩個核心組法分別是以龍為主的暗龍獸 那由於暗龍獸他的技能 會是將龍獸的傷害吸收到自身上 並且有1.5倍的增傷 所以剩下的三格隊員都建議帶龍獸為主 會是最好 那如果說你由於關卡的需求沒有辦法組這麼多龍的話 那就建議各位 可以以日月狼為主的這個配置 那至少是可以讓整隊吃到比較高的一個攻擊輸出 那日月狼這個主法就比較有彈性啦 剩下兩個位置你可以放 當然是龍獸為主是最好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龍獸的話 也可以帶其他種族去輔助整隊的隊伍特性 那我們有這些基礎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正式進入到今天的推薦 隊員主法推薦啦 那首先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左邊第二格這個也是要放 戒王拳嘛 所以有這些龍獸戒王拳是我比較推薦的 那暗龍獅跟日月狼剛才介紹過了 剩下兩個比較值得跟大家介紹的分別是哥吉拉 哥家看上去會有常駐自身戒王拳 並且他的攻擊可以無視固定連擊 那雖然說新的黑金本身隊伍技能就有無視固定連擊了 但是哥吉拉這邊還多帶一個直傷以及減傷的效果 所以以一個常駐的效果來講 還是算是不錯的 CD7 好 那不過如果說今天是比較常被敵人一直打到的話 就不太適合帶哥吉拉了 那反倒是青龜 青龜他主要這個界王拳是可以一直開 變身前可以開一次 那在變身後也可以利用EP來一直開這個界王拳 甚至大家也可以解這個中毒盾 所以其實新的黑金可以考慮青龜放在左邊第二格的位置 來做持續的一個增傷輸出 所以這些大概是龍獸比較常見 可以幫助你增加傷害的常駐隊員 好那接著呢我們就要為大家提到是一些更多的常駐增傷選擇 那這些增傷呢主要是更完整了整隊的隊伍特性 像是如果說你需要牌珠的話你可以帶閱讀 因為這一次的隊伍特性是你必須要首消 首消一康 這邊來自於他的隊伍技能 他的隊伍技能是寫說首消一康的話 那就可以增加9combo 並且首消一康你再去疊珠的增傷效益會是最高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情況下轉注比較不好的朋友 就可以直接帶閱讀 好那就可以讓整隊的隊伍特性提升不少 那除此之外呢皮亞莎也是可以考慮帶的 他帶有減傷 那這隻黑金的血量很多 租起來大概有20萬左右 不過隊伍技能並沒有給你減傷或擋死 那皮亞莎剛好就是讓整隊的生存能力會再更提升一點 那畢竟新的黑金在整個組隊上面 回血條件是真的比較嚴苛了 所以這種帶有減傷會讓整隊隊伍能力會更加的優秀 好那再來的話是摩斯拉 那這張卡片雖然不是龍跟獸啦 可是他有一個最重要的特性 他可以把底下一橫行轉成新強化 這個就可以讓整隊可以無腦一康去速刷 剛才有提到一康就可以到達最大的一個增傷效益了 那你可能會說 欸摩斯拉這個CD這麼長CD7要怎麼用 這邊其實官方有給出一個解答了 就是他這一次的這個算是龍科的能力 是可以直接減CD6 所以等於是你龍科滿的話 就可以直接再減個CD 那龍科滿的條件第一個就是消豬嘛 經過大概三四個回合 應該就可以把這個龍科給用滿了 然後你想嘛 再經過三四個回合 我再經過消豬 然後觸發這個龍科能力 等於是我總數可以減到9C 呃 大概是可以進場三回合 就可以大概減到9CD之類的 那這個摩斯拉是一定能跳起來 不然再更直接一點的主法是 呃 日月狼在合體的當下 那就可以這個 呃 回復生命 呃 應該說回復龍科能力 能量 這邊龍科會直接變滿 所以CD5大概可以合體 那就也是可以更進一步的觸發到 呃 這個減CD的龍科能力 所以其實以這隊來講 呃 大概呃 CD落在7跟8 其實對這隊來講都算是 呃 可以在前期就開啟的一些主動技能 好 所以摩斯拉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難用 呃 在 星黑金的隊伍來講 好 那再來是 維 維 哇 瓦維爾 哦 這張卡片主要是解決 星黑金的回血問題 因為星黑金的回血其實並沒有 呃 就是 直接給你回復力加成吧 那剛好瓦維爾他這邊就是靠 輸出 哦 來去做吸血的一個部分 哦 那或許可以幫到各位去直接回血哦 那其實 以星黑金來講哦 雖然說回血條件是非常的不理想 但是 呃 本身 星黑金的主動技能是可以 呃 開上去就直接天降整版新珠的 那這整坨新珠呢 就可以讓整隊的血量直接給回滿 所以其實如果說 呃 你是需要回滿血的話開 單開這個黑金的主動技能其實就可以了 但其實有很多情況下是不能開主動技能的嘛 比如說 呃 什麼金鎖鏈啦 然後加上回復力減至1 然後又 那個回復 回復減 呃 降到5%之類的 所以其實 這種情況的話 反倒可以用這個瓦維爾 呃 去直接輸出吸血也都可以哦 所以其實蠻多 呃 情況 可能會用到這張卡片的 那這四張算是我覺得 星黑金可以再去加強整隊隊伍特性的一些常駐增傷 你會說整 呃 可能沒有庸子對不對 因為庸子我覺得對整隊加成的效益是不大的 呃 庸子他本身呢 是加隊長 呃 幫隊長增傷 那這一次 星黑金很諷刺的是 呃 他本身自己的攻擊力是很低的哦 因為 他自己攻擊力只吃得到這49倍的加成 因為他自己不是龍跟獸 好 所以這一張卡片 是主要靠隊員去輸出的一張黑金 自身攻擊力倒是很低 那他自己 自己的定位大概是開主動技能 可以有解鎖啦 或者是 呃 整版新珠 甚至直接無視拼盾 所以其實星黑金自身他主要 嗯 沒什麼攻擊力 就其實不太需要帶庸子 齁 所以這邊比較不推庸子的原因在這裡 好 那所以四個長護增傷大概會 目前推的是這四個 好 那大概 主流 呃 主要的隊員增傷跟長住搞定之後 剩下我們就要依照關卡 呃 去組 帶一些更多黑金沒有的結版能力 那這邊就分兩階段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分別是獸的隊員 以及龍的隊員 我們先從獸的隊員開始 好那時候隊員最推薦大家可以帶牛魔王 喔 牛魔王他本身可以讓身旁的增加 有增傷 那剛好可以 呃 搭配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喔 也就是 在左方第二格 這個在右邊放上一個牛魔王 那就可以讓他的增傷 呃 可以更高 那如果說你放的是日月朗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放在 第三格 的這個位置 好 因為合體的話他還是算第二格 這樣子 所以 呃這個 牛魔王的話你要打更極限的一個爆發 齁 那可以去帶 或者是 你今天條件 輸出沒這麼好 你需要 你可能 呃不能 只手銷 一康的話 那傷害 要輸出的話 還是可以在牛魔王 去做一個進階的增傷 所以牛魔王在對戰來講 我覺得是很需要的 喔那在達格他可以解很多盾牌 攻擊盾 呃這些 好 擋死 這些都是這個星黑金沒有的一個 隊伍特性 或者是解版能力 所以大家可以去帶 好那在賈比爾的話 欸 主要是可以 解 呃燃燒 那星黑金整個隊伍特性 是沒有解到這個燃燒版面的 喔 那年斧 星黑金倒是有解 喔電極珠也有解 所以在賈比爾 呃就是為了這個年斧去帶 呃應該說更正 為了燃燒去帶的 所以那種燃燒比較多的關卡 呃假比爾是可以考慮去帶 好那再來的話 是飛鷹 呃那這張卡片主要是解這個 引爆 王命爆擊 除此之外應該不會帶這一隻 喔 那再來的話 要擋 呃一直擋死的話 可能可以帶個秘兒 呃由於這隊回血條件不好啊 所以秘兒這種卡片 呃 呃需要一直擋死 一直空轉一直擋死的 或者之類的啊 可以帶秘兒 是真的不錯 那這隊如果說 呃 呃要洗技能的話喔 其實你可以直接 仔細觀察他的隊長技能 他隊長技能 呃有一個珠 呃相當只有火光暗 新兼具吧 所以我們反推 水跟木 在這隊來講是沒有 呃 兼具福祉效果的 所以如果說你隊員 沒有帶水跟木 這兩個屬性的話 你是可以透過消水消木 不對敵方造成攻擊的情況下 呃來去進而不 觸發到秘兒的 最大擋死效益喔 所以其實蜜兒還是可以值得去帶的 好 那再來的話 獸隊還有這個巧克力 巧克力是特別適合 因為他的版面很單純喔 只有星光暗 那 剛有提到 星珠一康 消除的那個特性是最好的 那所以光珠 可以在這邊做疊珠 暗珠也可以去做疊珠 那輸出條 輸出會很很棒 所以巧克力這張卡片 我覺得是真的很建議帶的 那再來馬鈴薯喔 他是整版二銷 你會說整版二銷不就不能 手銷一康了嗎 那輸出倍率很低 這是對的 可是 馬鈴薯喔 他就是正解決了這種 你沒有辦法手銷一康的情況 我們舉個例子 數字盾喔 那數字盾的話 你要銷很多 種珠子嘛 所以這種馬鈴薯 就可以幫你派上用場 可以讓基礎combo提高 跟甚至 他還可以有 對收隊有一個增傷 所以特別適合去解這種 需要數字盾的關卡 而且馬鈴薯 他還可以延長這20秒 雖然說隊伍特性 本來就延長20秒了 不過馬鈴薯的話 主要是二銷跟增傷 還是不錯用的 所以馬鈴薯 有機會還是能夠帶上 好 那再來是解 如果說你要直接 把敵方上個狀態 點燃狀態的話 一齊多可以帶 好那 獸隊大概推薦完了 接著來 介紹龍隊 更多的結版 隊員卡 好那第一個呢 是毒龍 除了有增傷之外 第二個技能 是特別重要 可以直接回血 剛剛有提到 新黑基地的回血條件 是不好的 所以這種直接回血的 隊員還是有用的 好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龍隊 我會推薦的是敖廣喔 敖廣他可以炸板 除此之外 他還可以轉出大量的水珠 那你說水珠 沒有兼具珠怎麼辦 那其實 他除了水珠之外 還可以轉出新珠 主要看關卡去帶吧 如果說今天 呃 如果你需要這種炸板 短CD炸板 才會考慮帶 不然其實 這種水珠沒有兼具 攻擊珠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點雞肋 所以敖廣 第一個 血量有要求 第二個 要炸板再帶 不然會建議大家 把他放在 比較後面的選項去帶他 好那再來的話 是火龍史 那主要一樣是解這個點燃盾 跟控場 好 那水龍史的話 則是你有帶愛龍史 才考慮帶 沒有帶愛龍史的話 其實這張卡片是不太需要帶的 好那再來 檔史的話 銅丸也可以幫助你 好 那龍竹的話 還有更多選項 包括是科雷 可以把版面上變得很單純 有星珠 有光暗而已喔 然後再加上牌珠 牌珠再搭配上他 這隻黑金的隊伍特性 能夠延長轉珠至20秒 所以等於是 你科雷開了就是20秒的一個牌珠 還不錯 所以是很推薦 大家去帶的一張角色卡 好那再來的話 點燃也可以用這個布棉龍 那控場跟牌珠 趙雲可以幫你喔 所以你可以回顧喔 就可以發現到 龍隊獸隊 包含到本身這個 隊伍特性 可以解黏斧電擊 甚至無視固定連擊 35鼠盾 到他主動技能 可以解鎖無視形狀喔 其實已經可以解 大概80%以上的盾牌了喔 那在隊員再多帶一些 這些龍獸好用的解版卡 其實 整隊友的解版能力 可以說 是蠻接近 90%以上的盾牌都可以解了喔 所以 搭配得宜 這張星黑金 還是有蠻強大的解版能力 好那接下來 就要談到一個 我覺得這次設計比較 讓我不解的事情 第一個 就是 他在故事中 是這個 國王的 女王嘛 但他跟他的手下 是不是不合啊 因為 你可以仔細發現喔 這個全新的系列 他們都有這個龍獸型態 他可以切換人 龍跟人型態 那 在這個前提下 是隊長必須要龍跟獸 基層也是 隊長要龍跟獸 啊這個 匪音也是 隊長要龍跟獸 才能切換第二個型態 啊這個 人欸 所以等於是 你們不是在故事裡面 同都 王國的嗎 啊你們怎麼會 技能這麼的不合呢 還是在劇情中 有一個反轉說 他們會不合 這個我不太清楚 總而言之 我覺得這個設計 是有點強 再加上這次的 隊長是人 你要解個龍隊長成就 或獸隊長成就 也沒辦法帶他 所以我就覺得 這張卡片 說實話 種族改一下 會更好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那大概 這次的黑金 就是 為大家分析到這邊 最後來補充一個 比較特殊的玩法 也就是 複製版面 那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新的黑金 他的技能關掉 是整版的一個新珠 那整版新珠呢 你可以再透過妮可 來去做一個版面複製 就可以一直一糠一直爽 這樣子 那再來是 迷豆子 他關掉的當下 也可以整版新珠 也可以幫到你 觸發 進一步觸發整隊的隊伍特性 好 那再來的話 是庸子 庸子的話 雖然說不推薦帶 不過他開下去的當下 其實是可以把版面 做整理 版面上面只有水火 木跟新珠 所以你的珠子比較少 會自然 更容易去做一個消珠 的一個部分 所以庸子的話 是晴礦帶 但是 一般是不建議帶的 好 那再來的話 說到轉新珠 比斯吉絕對是可以幫到你 可以一直轉新珠一直爽 所以這一次的黑金呢 主要是建立在 能夠手銷一康 而且能銷越多新珠會越好 輸出條件會更 更棒 所以 背迷糊大概是一個這樣的玩法 就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還有更多 更好的植物法 或者是 嗯 有推薦的一些 呃 隊員 是我的影片之後沒提到的 也都歡迎在影片底下 留言補充 那今天影片在這邊告一追蹤了 喜歡的話 可以按喜歡 訂閱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神魔影片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